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现在 我还是非常爱 但是从下一秒开始 我会练习不再去爱 三十八岁的张博之戏中曾饰演苦命媳妇 戏外的感情世界也备受关注 和谢提睦离婚七年 最近突然惊爆生下第三胎 日前有媒体收到读者爆料 纸博之于本月二十五日 在养和医院生了第三胎 而记者多日来于医院 守候张博之妈妈现身 风之恋育有两个儿子 但二零一年离婚后 张博之就再也没有公开过 任何一段新恋情 直到今年二月曾在IG发文 说今年目标就是必定要生出宝宝来 还暗示是圈外人相当耐人寻味 谢听风近视 对于前妻张博之被爆产下第三胎 礼貌回应不说了 谢听风礼貌地向在场记者 和粉丝挥手随后离去 港媒披露 孩子的爸是新加坡连锁饮食集团股东 身家雄厚拥有一间上市企业 已经六十五岁 据传张博之 今年频繁造访新加坡 就是为了和男友约会 显然即使相差二十七岁 还是打得火热 真正假假假假假真正 都没没有分别 最重要是自己活得开心就OK 今年五月出席活动 张博之一生宽松洋装 可能就是为了藏度 但妈妈在医院被媒体捕捉 却推说只是看病 张博之是否正为两个儿子 在天地底 外界持续物理看花 三地新闻 陈佩尔不倒